大家好,爽修库,要装修了 最后再带大家看看我的老房 装修了20多年的老房子 这里是厨房间 这里是我的卧室 这卧室我几年前还自己卵装了一下 到时候装修的话 这些东西小的东西太多了 带走起来还蛮麻烦的 厕所间 我们家这个洗衣机是放在厕所间里面的 然后这里是两个卧室中间的一条过道 这里是大卧室 到时候我的设想是这里 最好能做成一个客窝一体的那种感觉 这个大厨到时候也要敲掉的 什么是客窝一体呢 就是现在不是比较流行吗 他把这个大房间当中隔一道玻璃门 或者怎么样的 很薄的一层 不占什么空间的 隔出一个客厅的样子 还有一个睡眠区的样子 但是具体能不能实现 还是要看之后设计师的方案 好了 刚刚装修公司来测量过房子了 有几个重点 一个是这里果然跟我们想的一样 厕所这个门 还有这边的墙都是空心的 到时候敲掉 把厕所能够做大一点 然后最好是干湿缝离的 洗手台放在外面一点 否则这个墙太厚了 比较占地方 然后这边是厕所间的背面 等于这一面墙都是空心的 因为当时做了个厨 到时候这里敲完之后 肯定无论是这边做成客厅的面积 还是反面的厕所间 面积都能扩大很多 其实刚刚量房的时候 大多数也就是我跟他在说 怎么弄怎么弄 你像他们虽然说是设计师过来量房 但毕竟这个套餐里面是没有设计费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给你出什么点子 顶多就是给你一些安全的建议 而且一般像上海这种老工房 基本上结构也都差不多的 他不可能给你大改的 顶多就是移行换位一下 还有包括这种我们家这种墙 还有上面这个天花板 到时候都要敲掉虫弄的 他说因为长黑你干的 其实有点输他了 你输他长了 而且顶上这个顶 他说他目测下来 应该是有高低的 可能上面有点倾斜 到时候会给你重新敲掉 这个顶往上拉一点 因为这个顶现在是空心的 往上掉一点之后 拉平一点 因为我们家是顶楼 所以这个楼顶会比其他楼层 稍微高一点 可操作性多一点 然后就是这个窗户 他说这个到时候最好换好一点 换那种铝合金的 现在这种窗老式的又透风 然后拉起来也没有这么顺滑 到时候这个窗反正看 是单独请别人做 还是请他们装修公司包掉 毕竟这个窗也不便宜 You can't hardly sleep at nigh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